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的视频 关于房价下跌啊 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大家要明白 现在比房价下跌更严重的事情是什么 不是房价本身 而是房子有没有接下去进行传递的条件 老百姓讲话就是房子能不能卖出去 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房价是从19年年末开始降价 那么其实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如比如说像东北啊或者是西北地区 早在2017年年末出现了一个反弹 小反弹之后开始迅速的下跌 有的地方的这个房子或者房产 房地产的盘比较大 所以看不出来 那么体现在南方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作为北方第二大城市 同样也是北方最大的省会城市 那么截止到现在还有很多很多房子 并不能尽如我们所愿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很多很多这种空置房 对吧 空置房的出现是房价下跌的一个结果 就是开发商由于房价下跌 他没有办法能够拿到大量的回笼资金 再加上房价下跌房子卖不出去 所以开发商很多房子就出现了搁置 那么现在最多的并不是纯纯的烂尾楼 也不是纯纯的空置房 而是介于二者之间 一部分烂尾一部分呢 又无法进行交房 根本原因就是开发商现在真的没钱了 那么比较大型的开发商 他有两种获得贷款的渠道 一种是在国内进行各种担保 在银行获得大量的临时的补血资金 而大型的这些房地产 他可以进行在国外的一些融资 我们看到像这个恒大也好 像这个万科也好 他们都需要这样的能力 那么在视频当中 我们看到这些房子 就是完全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动产 就放在这里 那么尤其是早些年很多大城市 尤其是一些热卖的城市 用热卖的地段 都是采用了预期房 那么像这些房子 已经很多年屹立在这里 根本无法去达到房主的要求 开发商现在确实是做不到 那么作为现在买房的人 你想让开发商给你退房退款 基本上是不现实的 对吧 那么包括今年的两会 最高部门已经做出了指示 房地产一定要加速复工复产 把没有建完的房子 最快的速度建完 把卖不出去的房子 通过稳定楼市 想尽办法清理库存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小地产 现在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但是最终我们要看到 就像视频当中的 很多很多最无辜的 就是这些买房人 或者是这些房奴 对吧 那么我的首付拿了 我的钱拿了 一部分人是我没有及时的去住到我的房子 还有一部分是房贷 我真的交不起了 包括现在你即使是断供断贷 那么银行也并不愿意像过去一样 去起诉你进行法拍 前面的视频我也讲过 现在的法拍房也比现在的二手房好不到哪去 根本根本几乎就不太有卖出去的动力 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实力 不要强行去购买房子 但是这里不是说你不让你买房子 对吧 尤其是这些二线省会城市 一些二线一线的大城市 随随便便一个房子几百万上千万 那么如果房价出现微小的变动 你都是承受不住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因为一个房子 毁掉了一个家庭 毁掉了一代人 这都不是开玩笑的 很多很多当今的这个案例当中 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么反之在过去十多年 由于城市化大力改革对吧 房子迅速需要这个大量人去购买 很多人几年的时间就赚了上百万上千万 但是现在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大势已去 我们必须要认清现实 但是而且东南额 从而那里